一整天下來,不管剛剛一次到外面看一場激烈的電影 或者是說在家裡舒舒服服的放鬆心情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派對狂歡 那最期待的人還是晚上的時候 最想要躺在舒服的床上 可以讓解放一週的壓力 然後隔天三十五晚沒有課也沒有幹嘛 就可以睡到自然醒 那接下來呢就是要送大家進入夢鄉 歡迎趙佑寧帶來的這個家裡戶曉 蕭邦的夜許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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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